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君子兰的春季养护方法 因为君子兰到了春季是它一个生长季节 所以我们给它施肥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我们在家里面怎么正确给君子兰施肥呢 尤其是在选择肥料方面 因为君子兰跟其他花卉不一样 选用的肥料也不一样 那么在这里跟大家推荐 我们可以用一些炒熟的芝麻 剩的芝麻或者是发霉的一些芝麻不可以食用的 那么我们拿出来将它炒熟 炒熟之后就可以给君子兰使用了 我们在给君子兰使用的时候呢 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在君子兰的盆土表面扒开一层土壤 我们最好小心一点 不要碰到它的根系 扒开一层土壤之后呢 在这个君子兰的盆土周边呢 撒上一圈这个芝麻 那么大家用的时候也要适量不要过多 也要把它覆盖土壤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芝麻在君子兰的土壤呢 会经过慢慢的分解 释放出一些蛋黄甲元素 非常丰富 非常适合君子兰使用 因为它是属于一种油性的 我们在家里面养护君子兰呢 给它施肥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我们一定要选对肥料 才能让这个君子兰呢 长得更加好 这个叶片纹路更加清晰 更加肥厚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在家里面养护君子兰的一些施肥技巧 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